金門年度盛世 贏城隍在今天登場 包含民進黨的賴清德 還有民眾黨的柯文哲 這兩位總統參選人 以及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都受邀出席 以讓柯郭佩士再次俯上檯面 而柯文哲這一次還拋出了 蓋金薩大潮的議題 要促進金門經濟 至於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侯永宜是隔海向賴清德來喊話 要他把非核家園的部分都說清楚 向城隍爺獻禮參拜 祈求國泰民安 金門年度盛世迎城隍 三十號盛大登場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受邀出席 受到熱烈歡迎 而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副總統賴清德 也到場向城隍爺參拜 兩人同台 郭台銘親自將在金門提出的和平宣言 拿給賴清德 兩人還在兩岸和平的議題上交鋒 和平跟戰爭 不是到菜市場 到餐廳 郭台銘這次在訪金門 國民黨籍的金門議長洪雲點熱情陪伴 稱讚他接地氣八九成的鄉親都支持他 還直接跟黨總統參選人 新北市長侯友宜不熟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黨主席柯文哲也受邀出席 他先到民眾黨金門縣黨部的茶會 致辭時再拋出蓋金下大橋 繁榮金門經濟的主張 緊接著到城隍廟時 遇到郭台銘 兩人握手互動 城隍爺要落盡 兩人還一同服教 是否意味柯郭配的可能 雖然沒有到金門迎城隍或有於三十號 則是出席龍舟賽的即將點演活動 他強調兩岸和平上金門扮演重要角色 未來在兩岸和平穩定下 期待金門更繁榮 也會再早時間去跟金門相親交流 對於賴清德的核電廠 停機緊急運用的說法 侯友宜則是隔海喊話 要賴清德把非核家園的部分說清楚 他的人員證件白皮書 會在跟專家充分討論後 七月提出完整認識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陳柏玉綜合報導